好来看到这个慈善的团体 无畏公益是自发性的民间公益社群 没有规章限制自由发行奉献 那么无畏公益在确定灾民现况之后呢 短短两天时间总共目到了80个水塔 在县议员黄玲兰的牵线之下呢 透过陈龙聪带领的副理箱公所 全数是捐赠给918强证的灾民 无畏公益是自发性的民间公益社群 没有规章限制自由发行奉献 无畏公益在确定灾民现况之后 短短的两天时间总共目到了80个水塔 在黄玲兰的牵线下 透过陈龙聪带领的副理箱公所 全数捐赠给918强证的灾民 地震6.8级把家户的水塔也都震坏了 震坏了之后呢 所以呢这些水塔呢 是我们民生用水最急迫的 所以这个无畏公益呢 刚好联络上我们了 希望说问我们什么最需要的 那我们是说是不是可以给我们 受灾互给我们水塔 那他们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从慢慢慢慢的一个累积到 今天的一个80个 无畏公益的领队林佑梅表示 发现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缺水 因为水塔破损的太厉害 副理一时也买不到水塔 所以回去立刻筹备捐款 以及找厂商定做了80个水塔 那因为我们副理就是 有得修理也看 也没买不到那个水塔 所以我们第一个时间 我们希望 承办人也希望我们第一个时间 能够把这个水塔完成 所以我们回去了以后 就开始那个筹备捐款 那捐款的时间 我们就用一天的时间来筹备 就筹备到钱 当然这筹备的有了钱了 以后我们还必须找厂商定制 5080个塔 副理厂长陈荣聪说 会在最快时间联络13个村的村长 依次送到各个村里最需要的弱势家庭 低收入户 尽快把物资发送下去 灾后的家园重建仍是漫长的路 更需要精神上给予鼓励 准备打气小卡片 写下对受灾民众的关怀跟鼓励 贴在募捐购得的水塔上 希望民众重建家园 解决用水问题 同时收到民众满满的关心 记者高雄双副理箱采访报导